嗨,欢迎收看《特米未知世界》,我是羊羊。 大家或许都知道了,黑洞的质量是非常大的,这非常大是有多大呢? 不少学者认为它一般是一个星系里面质量最大的形体。 因此,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不少学者认为星系本身就是围绕着黑洞在转的。 但人类至今依然没有发现黑洞的身影,也无法证实这一切。 最近就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猜想,黑洞或许只是像一个小型天体那样的大小, 并且总待在那种四处都没有任何形体的地带里,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这样的猜想还真有它的合理之处的。 首先,黑洞吞噬其他形体的原理,其实就是通过强大的引力将那些将要被吞噬的形体压缩成一个小步点,然后吞进去。 因此,黑洞本身是不是一定要比被吞噬的形体更大呢?那还真的不一定了。 除此以外,如果黑洞真的是体型巨大的话,那按理来说我们早发现了。 其实我们暂时还感知不到,我们如果能看到宇宙中有大片空间被清场了,那也能往这片空间去重点观察,因为黑洞很可能就在这躲起来了。 如果大家之前也有关注我们这档节目就可能知道,其实宇宙中不少空间都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空出了一大片,整个区域里面空空如也,啥都没有。 有的学者猜测说这是宇宙强,有的猜测说这是星体之间的安全带等等。 或许就如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理论所说,黑洞其实没有我们之前想象的那么大,黑洞或许是我们现在暂时还无法观察到的。 但它去到特定的位置,将那里的所有形体都吸收了以后,那里就会有一种空空荡荡的感觉,就像这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形体,也没有形体能靠近一样。 其实很可能就是原来在这里的形体被全部吸收了,靠近的形体也被吸收了,所以最终导致这里只剩下一个看不见的黑洞。 不知道各位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关注太秘未知世界,留言与我讨论,我们下期再见啦。